1月是什么星座呢 陶子来告诉你 1月1号到1月19号是摩羯座 1月20号到1月31号是水瓶座 摩羯座又名山羊座 土象星座 位于黄道星座之第十宫 主宰星为土星 太阳落在摩羯座的人 就像是将领 能担当大任 追求高难度的理想 喜欢控制全局 善于独立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 水瓶座又名宝瓶座 风向星座 位于黄道星座之第十一宫 主宰星为天王星 水瓶座是十二星座中的友谊之星 他们对人友善 有注重隐私 喜欢结交每一类朋友 但却很难与他们交心 要真正与他们交心 需要很长的时间 水瓶座不善于对家人 表达自己的感情 所以他们通常都对自己的家人 会显得比较冷淡和疏远 感谢观看